主料,杏仁粉45克,糖粉75克,辅量,可可粉7克,蛋白30克,准备时间10-20分钟,制作时间10-20分钟,成好所需食材。 糖粉,杏仁粉一起放入食品料理机打半分钟,直到打成十分细腻的粉末,要使用不添加玉米淀粉的纯糖粉。 将打好的杏仁糖粉用手搓一搓,把结块搓散,不需要过筛,将可可粉筛入杏仁糖粉里,混合均匀,在粉类混合物里倒入一半的蛋白,用刮刀拌匀,一开始会很干,当糖粉和蛋白混合并融化后,会成为稠厚的泥状,不断的翻拌,直到变得十分喜滑,分二到三次加入剩下的蛋白,搅拌均匀, 用刮刀挑起面糊,面糊会不断开的滴落,如果面糊成短开状一块一块地滴落,说明面糊太干了。 八,滴落的面糊,纹路会非常缓慢的消失,约需半分钟到一分钟的时间才能完全消失。 纹路不消失或消失的十分慢,也说明面糊太干了,面糊成流沙状就OK了。 图片锁式,将拌好的面糊装入表花袋,用小号的圆形表花嘴。 在铺了麦卡龙店的烤盘上,挤出圆形面糊,面糊会自己慢慢的摊开成小圆饼状。 本配方可以挤出直径三厘米左右的面糊约36个,提前准备的。 将烤盘放在通风的地方量干片刻,我居然用了55分钟,直到用手轻轻按面糊表面。 不粘手并且形成一层软壳,就可以进烤箱烘烤了,软壳不放棒大图。 不需预热烤箱,140度上下热风模式,烤13分钟。 如果烤箱没有热风,直接用上上火也行。 我提马卡龙出现群鞭了,一般是在三分钟左右开始出现群鞭,我的面糊还不是很赶。 成品出来了,马卡龙性的链接,841076,烹饪技巧。 马卡龙面糊表皮一定要亮的够干,才能烤出带有群鞭又不开裂的漂亮成品。 一般来说,摸上去不粘手还不够,必须要形成了一层软的,按下去不会破的壳才可以。 亮的不够干,马卡龙尾壳会开裂。 我的有点开裂了,将马卡龙放入冰箱。 冷藏过夜或24小时后使用最佳冷藏足够时间的目的是要馅里的水分和风味会向马卡龙渗透, 使马卡龙内部保持湿润,从而打倒最佳口感。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